作者 第一财经 3月25日 小米汽车首批门电营业 开启SU7产品静态展示 根据销售顾问的介绍 目前可公开的信息是 SU7会有标准版和MAX版两个配置版本 至于是否会有更多配置版本 要等到今日晚间发布会揭晓 3月28日 记者在国内一款APP的汽车询驾功能中 意外看到 该APP展示了小米SU7的四个版本车型 分为普通版 Pro版 Max版和Founders Edition限量版 四个版本外观和大小基本一致 其中 两个低配车型高度为1455毫米 比两个高配车型高15毫米 除此之外 低配车型和高配车型的主要差距在电机 电池等方面 普通版和Pro版两个低配车型均采用后置后去的单电机 不过普通版电机总功率 总扭取为220千瓦和400Nm 而Pro版则分别为275千瓦和438Nm 相应的 普通版百公里加速时间为5.28秒 而Pro版为4.68秒 普通版和Pro版电池容量也有区别 普通版为73.6度电 CLTC续航里程为668公里 Pro版为101度电 CLTC续航里程为900公里 不过 3月27日晚 小米董事长雷军发文称 小米SU7标配起步续航已经升级到700公里 Max版和Founders Edition限量版本两个高配车型均采用双电机四驱 其中Max版电机总功率总扭取为495千瓦和838Nm 百公里加速时间为2.78秒 Founders Edition限量版本可以理解为小米SU7的高性能版本 电机最大马力超1000马力 百公里加速时间仅为1.98秒 两个高配车型均采用了宁德时代的三元锂电池 电池包容量均为101度 两者在CLTC续航里程上有所区分 Max版为800公里 而Founders Edition限量版本为700公里 除电机电池外 两个低配车型与两个高配车型 在智能和舒适性配置上也有一定区别 两个低配车型没有标配空拳 电锡门抬头显示 HUD和主动降噪等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信息会获得小米汽车的证实 记者向小米汽车门店一名销售顾问求证 他表示SU7大概率不止标准版和Max版两个版本 发布会上会有惊喜 除车辆配置外 小米SU7的定价问题也备受关注 去年12月26日以来 小米集团创始人雷军说了将近14小米SU7会有点贵 临近上市 雷军又多次强调SU7价格会有点贵 但贵有贵的理由 他表示小米SU7标准版配置远超Model 3 而且产品上市初期采购成本也非常高 定价上确实有压力 多家车企营销和产品规划部人士认为 雷军三番五次传递这个信息是为了拉高消费者的价格预期 如果最终上市价格低于消费者心理预期 会营造出物超所值的感受 另有车企营销人士认为 自小米汽车亮相以来 一直有一些力量在网络上带舆论节奏 建议小米SU7定价9.9万或者14.9万交个朋友 还有舆论攻击 小米汽车是没有技术的组装厂贴牌厂 把供应商的方案包装成自研方案 因此该人士认为 雷军持续强调 有点贵也可能是应对商战的防守牌 不过从进攻的强度来看 对手肯定是把小米汽车视作大敌 非常警惕 今日晚间 小米汽车将会公布正式售价 汽车行业内存在两种定价策略的猜测 一是起售价下探到20万元以内 二是起售价定在22万元至23万元左右 第一种定价策略的依据是 中型纯电轿车市场容量本身不大 竞争异常激烈 接近尺寸的吉利银和18起售价定在17万元区间 小米汽车如果定价太高则没有性价比优势 第二种定价策略的依据是 小米汽车具备远超传统车企的流量和生态智能优势 今年的产能也较为有限 即便定得高一点 以小米的带货能力 销量也不会很差 同时 小米汽车后续还会推出不同级别的轿车和SUV车型 SU7价格定得高一些 其他车型的定价空间会比较宽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